白色巨型气球随风飘还挂着一包不明物体 深夜就降落在路中央 民众担心行经车辆撞到 拿脚踏车充当三脚锥 这些到底从哪来 原来又是北韩 大规模脏气球再度跨境而来 南韩周末一连多地首尔江源道 金基道等接获通报 这也是北韩近两周内发动的 第三波空飘统战挑衅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只有24%的气球成功落在南韩 由于当时半岛吹西风 部分掉在海面上和山区 还被算投放很不精准 南韩军方召开国安会议商讨 下令陆海空军周末值班 因为从上个月底至今 已经发现一千多颗同款气球 上周脱北者团体同样在边境空飘 二十万份反平壤当局的文宣 最新甚至透过海流往北飘送 五百瓶塑胶瓶 总共装有五百公斤的米 还放美元韩锯USB等等 南北韩持续大打心理战 TVBS新闻都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